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巷石天堂 因為巷石天堂在2022年5月1號 就要調漲價格了 那我們的點數勒 已經被調漲價格 原本只要五分之一的點數 就可以有一刻的巷石天堂 就是一人份的巷石天堂 但是現在要五倍的點數 那5月1號之前的價目標 漲的是這樣子 那我就不知道5月1號之後的價目標 到底會漲多少價錢 反正我們就聽說 有要漲價 那我們就趕快來吃 我們最後一次巷石天堂 因為再漲下去 我們就要花好幾千塊 才能吃巷石天堂了 我覺得巷石天堂 他們對他們的菜色 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他們不會隨意的去增加 或者是刪減任何的菜色 就是你這次吃到好吃的東西 那你下次肯定還可以再吃到 一模一樣好吃的東西 像是這次就多了一個什麼 梅子豬肉啊 還有一些豬肉的料理 就多了兩項新的菜色 其他完全沒有改變 每次去吃巷石天堂 他們食材的品質也都還蠻不穩定的 有的時候可能 哇塞 這一次的食材都還不錯 吃得很開心 那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欸某幾道菜可能油花太多啊 可能整個豬肉全部都是油 然後超噁心 一大坨油這樣子 就那一次吃巷石天堂 你就要避開那一道 可能品質不太好的菜色 但是也有可能你吃了第一盤 那你覺得哇塞還不錯 你想要再吃第二盤 但是你夾了第二盤之後發現 哇塞 整個可能肉質啊 它的食材就是變得比較爛啊 然後吃起來就是比較不開心啊 所以我覺得巷石天堂就有點像是 把菜色的多樣性擺第一的餐廳 那它不是把品質擺第一的餐廳 所以如果你要品質第一 就是品質夠高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去吃比較貴的 他們集團比較貴的餐廳 可能才有辦法 那這樣子的巷石天堂 比較稍微便宜一點的價位 那你就是變成你會犧牲一點品質 那但是你的菜色多樣性 應該是也是一樣非常豐富啦 分享就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我只是想要記錄一下 可能是最後一次吃巷石天堂 因為它要漲價 如果真的是漲價漲太多的話 應該是之後比較少有機會去吃巷石天堂 可能就會去吃其他的吃到飽啊 或是其他餐廳之類的